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Lily 以下節目內容取代自時政評論員楊威文章《於大紀元》受發 12月27日至28日,中共召開外事工作會議 政治局委員和眾多高官們再一次匯聚北京 大多數官員對外交工作沒有發言權 但都在關注中共遭遇國際孤立的困境 習近平總結了十項對外工作的歷史性成就 實際都是白跡,卻仍然稱主動性顯著增強 而且必須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 這在黨內恐怕無法自言其說 在美國及其盟友的圍堵下,中共外交已被迫全面收縮 但新聞社報導卻稱,實不大以來,對外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 這樣的評價恐怕難以得到黨內的普遍認可 這次會議應該正是要針對黨內的種種質疑 強行定調,並叫政治局成員陪坐、回輸 但總結的內容顯然與事實相去甚遠 亦缺乏基本邏輯 新華社報導,中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委員、人大、政協、各中央機關、各省市負責人、專外代表等參加會議 影片顯示,現場官員沒有人做筆記,應該是不被允許,只能面面相翠地聽分 新聞社簡要羅列了中共外交的10項成就,實際上每一項都是失敗 1、創立和發展了習近平外交思想 報導稱,中共過去10年的外交,開闢了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新境界 中共外交正遭遇失敗,所依據的習近平外交思想行不通 中共黨魁應該知道在黨內不好交待,但不願承認錯誤,只能硬是將敗跡,描繪為成績 12月26日,中共舉辦了紀念毛澤東冥單130週年座談會 習近平說稱,毛在與各種錯誤傾向作鬥爭 並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過程中,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還說毛澤東有勞火純清的鬥爭藝術 這次中共外事工作會議應該也是黨內鬥爭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不讓有人質疑習近平外交思想 而彰顯外交鮮明的中國特色,樹立了自信自立,大國形象 過去幾年裏邊,中共特色的外交令全世界都印象深刻 往往被稱為戰狼外交,實際是缺乏自信無能的表現 3.衝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華社報導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然而,你一理念卻無法得到越南共產黨的認可 更不要說其它國家 4.堅持元首外交戰略引領 2023年,中共黨魁出訪4次,3月訪問俄羅斯 8月赴南非參加金磚峰會 11月赴美國參加APEX峰會 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12月訪問越南這樣的元首外交 不要說西方大國 即使與一個中等國家相比,都差距夠大 5月19日至21日 7國集團G7領導人峰會在日本舉行 另邀請了8個非成員國首腦參加 中共被排除G20系中共黨魁 能參與的最大國際平台 卻被放棄 又不得不專程跑一趟舊金山 與拜登會面 中共2023年的元首外交 凸顯了中共外交的沒落 卻仍然號稱 戰略自主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 很難令黨內信佈 5、推動構建和平共處 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 中美正在此全面對抗 中共與日、韓、列行家的中央關係陷入僵局 中共公開量出擴張意圖 卻假稱和平 各國家大力度提防、圍堵 中共仍不願改變 中共已陷入國際孤立 政權鬧鬧可危 還在套對內宣傳總體穩定 繼續自毀大國 實在是缺乏說服力 6、形成了範圍廣 質量高的全球夥伴軍系網絡 中共多年來試圖組建反美集團 但目前只能夠和俄羅斯、伊朗親近 繼續拉著朝鮮 中共無法掌控東盟 難以填補中亞空白 黨內官員早就看在眼中 中共的夥伴越來越少 硬要說形成全球夥伴關係網絡 勢俗掩耳道靈 7、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中共在一帶一路項目上 最少灑出數千億美元 多數打了水漂 相當大一部分進入了個人要報 如今中共無錢 10月17日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論壇 大幅縮水 白顯一帶一路難以為計 意大利近期正式宣布退出一帶一路 中共卻還以此作為外交成績 可謂自揭其醜 8、以堅定意志和頑強鬥爭 這是中共戰狼外交的代名詞 中共對外鬥爭的結果已經一攬無魚 黨內官員們應該都在私下議論 再這樣鬥爭下去 還有沒有出路 9、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引領國際體系和秩序變革方向 中共一直高叫全球治理的口號 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說法沒人理睬 更多用在內部宣傳 中共黨魁不參加G20峰會 亦缺席聯合國大會 探賀全球治理 中共的鬥爭外交 被美國和西方定義為破壞國際秩序 10、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中共二十大後 除了習近平外 其他政治局常委對外交沒有發言權 政治局委員中 除了王毅 其他人應該也不敢碰觸外交話題 中共外交在這樣的運作模式下 走向失敗 最大的原因就是 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操一作為成就之一 中共外事工作會議總結的十項成績 實際是十項敗跡 新聞社報道稱 過去十年 對外工作中經歷了不少大風大浪 但開創了中國特色 大國外交新局面 而且戰略自主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 根據國際影響力 並積累了一系列寶貴經驗 中共外事工作會議為了撐門面 又將共產黨的世界大同擺上了台面 再次暴露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和野心 世界各國只會更加提防 中共也只會更被孤立 中共外交會進一步失敗 黨中央將更難以致言其說 本次的《新時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份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訂閱、按讚